台中榮总的粉丝大家好 我是母婴亲善各管师陈玉 8月的第一周是国际母乳补育周 今年的主题是保护母乳责任共担 补味母乳对妈咪还有宝宝好处多多 但是哺乳之路其实很艰辛 需要各方外界的支持与保护 包括身边的家人朋友职场 当然还有医院咯 我们今天邀请儿童医学部 同事母乳种子讲师的雅琪医师 来和我们聊聊 一期期间我该母乳补味和亲子同事吗 欢迎雅琪医师 嗨 各位粉丝大家好 我是儿童医学中心薛雅琪医师 那相信在这两年的COVID-19疫情之下 对大家的生活其实造成很大很大的冲击 母乳补育是我们生命的基石 那我需要大家一同来尊重维护 以及共同持续下去 那在这两年其实刚开始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对母乳补育来说有一些正面跟负面的影响 很多时候因为像是封城还有隔离的关系 所以造成那时候有一些政府甚至实施了一个保护性的母婴分离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说 这是不需要的 世界卫生组织也有明定说 以目前安全考量的下 其实还是尽可能的可以让宝宝跟妈妈在一起 维持母乳补育 这样可以降低小朋友的一些死亡率跟离病率的部分 所以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还是很欢迎小朋友 跟小朋友出生的时候还是可以进行亲子同事 它有三大好处 第一个可以让爸爸妈妈尽早的去认识我们的小baby 第二个就是借由接触小朋友之后 可以让小朋友有一些正常的俊虫 另外因为小朋友在妈妈的房间里面 所以可以尽可能的减少进进出出病房的一些时间 然后尽可能减少一些暴露人群的机会 所以其实在疫情期间 尽可能的做亲子同事对小朋友来说是加分的 那至于在母乳补育上面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母乳里面含有小朋友所有需要的一些营养 另外呢 藉由一些母乳里面的活性因子 可以去增强小朋友的免疫力 所以在母乳补育这件事情在疫情期间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谢谢雅琪医师的解答 那不胃母乳真的好处多多 除了可以增下宝宝的免疫力之外呢 也可以减少幼童的肥胖的问题 也可以减少妈咪查后大出血的风险哦 那我们再请问雅琪医师一个问题 如果我的π Prize 出生之后住在病院室 或者新生核交付病房有亲子分离的状况 我还能继续补畏母乳吗 是的 因为现在政策的考量之下 没有办法让爸爸妈妈亲自去探视到我们的小朋友 但是也请爸爸妈妈放心把小朋友交给我们专业的医护同仁 那爸爸妈妈可以利用首肌 työ来的方式把嫩嫩挤出来 那我们会尽早让小朋友获得爸爸妈妈满满的爱 谢谢雅琪医师的解答 让爸爸妈妈心中大石头放下来了 那我们再询问雅琪医师一个问题 现在因为疫情 很多孕妇妈咪都会开始施打COVID-19的疫苗 那在诊间其实很多妈咪会询问 打这个疫苗是否可以继续补胃母乳 那打这个疫苗的成分会影响到baby呢 最近这个议题还蛮夯的 其实昨天我的门诊也就是有人问到了 那针对所有一些非活性的疫苗 目前是觉得是可以施打到任何的人身上 对小朋友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在紧急授权的这些COVID-19的疫苗 不管它是mRNA的疫苗 或者是它是腺病毒载体的这些疫苗呢 其实以目前的证据来说 其实对小朋友和对妈妈来说都是双赢的 因为施打完疫苗之后 有一些证据是大概两个礼拜 我们就可以从母书里面 获得到这个抗体给小朋友 所以对小朋友来说是增强免疫力 那在6月份有一个比较大型4000多人的研究 发现这群妈妈接受过疫苗之后呢 大概有2%的机会造成她当时短暂时间 在魔乳捕育上受到一些挫折 比较大的部分是因为打完疫苗之后 妈妈的疲惫造成她生活环境的压力上升 那影响到她一些乳汁的分泌 但这都是蛮短暂的 所以大家不用紧张 所以还蛮欢迎大家一起来赶快注射这个COVID-19的疫苗 保护自己也保护小朋友 谢谢雅琪医师 是的我们成人施打疫苗可以防范病毒 但是现在疫苗还没办法施打在小于12岁以下的儿童 更何况刚出生的新生儿 那我们只要持续不畏母乳 就可以提供baby最天然最有效的保护 那我们谢谢雅琪医师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 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各位爸爸妈妈 大家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